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样的意象能够赐给他 他就能够为着这个 他不仅看见这个意象 他也明白这个意象的意义 他认识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 认识神所要做的是什么 在那里在这个地上就有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人 在旧约也有其他的圣徒像是约瑟 他也是一个有意象的人 他虽然他的前半段的遭遇不是很好 甚至在这个埃及的时候 他也遇到了丰年 也遇到了荒年 但他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因着他是一个有意象的人 他懂得神的心意 他就能够在那里代表神管理埃及地 在新约保罗也是一个有意象的人 他说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 虽然外面环境有逼迫 但是因着他有这样的意象 他就能够将这样的福音传扬出去 甚至传给这个外邦人 在启示录 约翰也是一个有意象的人 当他在灵里的时候 他就看见这样的意象 认识这个世界 认识赵慧 认识巴比伦 认识这个新耶路撒冷 同样的我们今天呢 在地上也要成为一个有意象的人 弟兄说这片的这样的信息呢 是一个应时的说话 也可以说就是为了这次的疫情呢 来向这个神的子民有说话 在这样的疫情里面呢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意象的人 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在地上 能够知道神心意的人 能够与神同工 在这个世界的局势与主的行动 这本书里面呢 我就觉得李弟兄也是一个很有意象的人 他在解释这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呢 很有他这个独特的看法 他讲到这个从罗马帝国的行程 他们设立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刑罚 还有他们这个统一这个欧亚非三大陆 其实都是为了神的经伦在那边效益 他们到了这个马丁路德 兴起要来改教的时候 要来这个恢复因性称义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 也是因着这个德国的帮助 印刷术的发展 将这样子的真理能够传播开来 这个英国的兴起 能够击败这个天主教信仰的西班牙 将成为这个日不落国 将这个基督教呢 带到这个世界各地呢 也是这个为了神的福音在效力 甚至这个美国的崛起 也是为了神的经伦在效力 就觉得这个李弟兄很有他这个独特的看法 那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呢 我们面对这样的疫情 或是面对这个世界局势 有没有这样重组来的眼光呢 我们就需要求主给我们有这个属天的异象 在这个刚才有提到 尼布甲尼撒其实他有看到这个异象 但他忘记了 在那边呢就有一个注解 就有摸着 他就说 李弟兄就说呢 尼布甲尼撒他一定是受这个异象的搅扰 对他受这个 我们看读圣经就知道 他受这个异象的搅扰 所以他就想要请这个所有的述士 能够帮他解梦 但是呢这个注解就讲到说啊 但是尼布甲尼撒王 他被属地的荣华跟权势所蒙蔽了 他没有心顾到神的权益 即便他看见了 但是他也忘记了 他不关心这个神的权益 这就很提醒我 觉得说我们现在呢 虽然呢我们也这个有这个丰富的真理 但是呢 这外面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我自己呢 也是可能会被外面的事情呢 所蒙蔽了 被这个荣华 被这个权势呢 所蒙蔽了 叫我们就不能够看见这样的异象 叫我们就只能注意在这个地上的事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需要受提醒 所以外面这样子的环境呢 不要叫我们的眼被蒙蔽 叫我们要起来成为一个有神心的人 我还记得就是几年前 就是四五年前 也有一个这个话题 就讲到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那时候呢 如果我们这个没有 就有弟兄们觉得说 这个一带一路也是为着这个福音的传扬 为着这个预备主回来的这个道路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异象 我们就觉得说 哇 这个中国就是变成强国了 变成强权了 反观这个我们台湾呢 就会受压榨了 有些人不会啊 如果他很有这个经济的头脑 他就想说 那这个现在是不是需要去这个一带一路那边 去这个发展一些经济 说不定就会飞黄腾打 那这次的疫情也是一样啊 我们看到这样的疫情 我们有怎么样的想法 其实有些一开始想说 一开始疫情刚开始 我就会想说 这个医院之前发的口罩 我应该把它留下来 如果现在拿去卖的话 搞不好还可以赚一点钱这样子 然后看到这个软体啊 视讯软体 我想说这个股票如果买的话 说不定也会赚钱这样子 主啊 这个外面的事情呢 就会叫我们被蒙蔽 但是我很宝贝 这个弟兄们呢 有这样属神的眼光 在这样子最合适的时候 向我们说这样子硬实的话 所以我们都需要被这样的意象所定准 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世界的局势 看见神所要做的 好叫我们能够在地上成为 有神心的人 能够与神配合 阿们 面对惨难当中 我们该有的态度是什么 第五大点 第一小点弟兄说 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正在惨难当中 那我们该有什么态度呢 我们应该知道 神的国尽了 然后我们要祷告说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弟兄姊妹 特别是亲子的弟兄姊妹 我想问 如果明天祖就来 你很开心吗 我是开心不起来的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预备好 上次亲子的会 我还听那个弟兄说 亲子的弟兄姊妹 你还有三四十年 这个一方面是对的 可是一方面我又觉得 我又想到何寿恩教师讲的 他跟你弟兄说 在转角之后 他觉得他就可以预见 弟兄姊妹 我们是觉得自己还有三四十年 可以慢慢操练还是觉得 我们现在就要及时预备 我这边不是要皮子瓶 亲子弟兄 因为我自己也是 觉得没有预备好的 只是说 我们没有这样清楚的 异象而看见 那所以我觉得 那个主用惨难这个是很好 最近有 最近我身边有人刚好生小孩 就是 一个是那个 玉良弟兄和珍珍姊妹 他 我们已过在我们区里面有那个 那个祷告聚会的年终爱宴 就是十二月三十一号爱宴的时候 那我们是在小芳姊妹家 因为他们家是那个保姆嘛 所以有一些乍然 真正姊妹在十一天就生了 以前要来干 他那时候嗑到乍然 他就不管就这样 给他跨过去 然后再跨过去那时候 从 从那个小朋友到八七十岁的弟兄都 马上说 小心 我一直说 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就是 完全就是改变 如果是他不是怀孕的时候 他跨过去就跨过去 但是因为他怀孕 我们就对他的那个 的态度就一个完全的转变 跨过去我们每个人就非常的紧张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妹妹 我妹妹最近也是刚生小孩 在生小孩的过程之后 连性别人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买那个 什么男生的衣服啊 女生的衣服啊 然后生出来之后的尿布台啊 什么不管尺寸对不对啊 尿布也不管对不对 全部都是先买好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很说主耶稣啊 我愿意来的感觉 永泽妹我很摸着就是说 当我们在读在这一篇喔 我们若是感觉没有感觉 就是还是没要没劲啊 还是觉得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这可能是留税弟兄才是得胜的行列 那个在千年国爱顾切子 我已经先预备好一起了 如果我都是这种感觉的话 主啊 这就表示说 我们没有这样真正清楚的领悟而看见 当我们真的看见 这是在惨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态度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主啊 我实在是还没有预备好 我实在是需要先倒空自己 实在是需要先让你来充满 不是说啊 我还有三四十年可以慢慢的预备 我现在还是先去过地上的享乐 主啊 这实在是很受提醒的一段话 所以但是呢 那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需要先领悟 然后认识 祷告 然后我就觉得第五篇也很受到 我们需要先答应主的呼召 如果我们不答应 我们就想说我们一定是在哀哭切子的一份子 那就永远不可能 在得胜的行列中 所以弟兄那边 我一直很佩服 那个有时候留税弟兄说 你想要成为得胜者的举手 看大家都举手 我从来都不敢举手 我都觉得大家都好有 好有自信 但是我觉得这是对的 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先答应 所以我们能够在这得胜的行列中 有份与主的再来 让我们最后都能够祷告说 主耶稣啊 我愿祢来 这个题目说到这个世界局势 作为神在地上行动的指标 然后呢 基督的升天到世代 世界史的意象 前面有看到外面这个指标 还有看见这个意象 之后我们就需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为着预备主回来 传部主恢复的真理 然后分辨这十期的兆头 在祷告上鉴定持续 这是一个是我们需要有认识真理 传部真理 第二个呢 在祷告上坚定持续 我们需要有一种态度 所以啊 我在这里比较多 我们要成为团体的圣子的一部分 那丢子妹 你有没有把握 你有多少把握 有时候觉得主啊 没有把握 虚虚的 对不对 主耶稣啊 这个预复所书六章啊 那你就说到赵费啊 实在是穿军装 用什么 穿军装在哪里穿 身体里穿 其实就是在身体里穿 因为啊这个征战啊 我们从启示录十二章 那个征战 是龙的征战 那个龙啊 就从天上被帅下来 他没有 没有他的地位 接下来呢 龙就啊 拱兽出来 所以啊 才会有这个兽 就是在这个七头十脚 这个兽 他就开始在地上 成为敌基督的势力 而开始他那个 幕后的那些逼迫圣徒 事实上丢子妹 你如果看得清楚 那个兽啊 事实上是来毁灭世界的 是不是 你想他是在那里做什么 他其实就要利用人类的政权 来抵挡神啊 是不是 直接抵挡 所以啊 我们今天呢 是在身体里面穿军装 要成为得胜者 这是我们的心愿 我觉得弟兄们 借着这个信息 把路都铺好 你要看见意象 你要认识这些意象 看见这些指标 然后回过头来 好好的在行列中 读真理 认识真理 追求真理 我们是鸽子 是吃生命 对不对 是吃种子 我们不是乌鸦 吃死吃 对不对 我们需要来 接受主恢复那个高峰的真理 使我们满了生命 成为一个生命的传播 散播者 而在照会生活中 我们就能够借着基督 这个生命的供应 就能够很自然 有胜过仇敌 早上啊 我觉得来祷告 哎呀 真是一个复苏啊 是不是 我们准备祷告在一起 那个灵就警醒 那个灵就挑望我们 那个灵也奔赐生命给我们 这必死的身体 就是我们在这里啊 主啊 得着你 所以啊 祷告 那灵 就是今天我们得胜的秘诀 祈诗录第十九章的那个征战 就是 你知道龙啊 就是心腹 心腹来征战 那心腹啊 就 这个预备好了 是不是啊 基督一同的征战 是 我们要有把握 我们也要在这里 在这个行列中 你只要在行列中 你只要在 在这个 和弟兄姊妹 和身体在一起 阿里瑞瑞 阿里瑞 我要讲的题目是 这个人的灵 与世界的局势 那我们都知道 世界的局势 是为神经轮的完成 那神在这个 祂经轮的完成 祂其实 世界其实都是祂主宰跟安排的 那这里面我们 却要看见说 其实我们人的灵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中 站着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也就是 其实在这个 启示录呢 最后一章的时候 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十七节 他有说 那灵和心腹说 也就是呢 这个 三一神跟我们人的灵呢 是调和为一了 那灵和心腹说 是如同一人在说话 也就是神人调成一灵 这个是神经轮的完成 所以我们要看见说 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操练我们的灵 是非常的重要的 操练我们的灵 是有份于这个世界的局势 跟神的经轮 那这个直视文章里面 他其实有提到说 在这个造会的历史里面 有三件事 就是已经完成了 那是哪三件事呢 第一个就是福音的传扬 我们都知道福音就已经 在全球各地传扬了 那再来是真理的教导 圣经都已经解开了 那我们都接受这样子 圣经里面真理的教导 那再来就是 合乎圣经的聚会方式 现在大家坐在这边 这个很多地方 都是有这样子 合乎圣经的聚会方式 这个三件事都已经完成了 那他说还有一件事 是还没有完成的 那大家想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灵 我们的灵还没有被神来充满 或是说只充满了一点点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必须现在看到 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个神的经轮 为了要有份于这个神经轮 在世界局势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们实在是要好好操练我们的灵 虽然我们的 虽然我们的灵 跟这个世界的局势 还有神的经轮 这两个词比较起来 我们的灵好像小小的 好像是在我们个人而已 可是在于这个神经轮的完成上面 我们操练我们的灵 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一个关键的所在 因为启示录最后那里就说 那灵和心腹说 我们如果操练好我们的灵 成为这个得胜者 成为心腹 至终才可以带下这个神经轮的完成 Amen Amen 我愿意 愿意 а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